黃珊珊副市長 他也拿了他的LINE給大家看 說他並沒有直接 然後他也沒有給衛生局下令 然後中間就是透過BAN 他也沒有跟許金川直接聯繫 我覺得幾個部分 就是說黃士傑局長 在6月9號早上 也就是好心甘事件 被媒體接報之後 他在那一天的早上 把黃珊珊跟許金川 所有的對話 放到ICS 也是衛生局的群組裡面 這個裡面其實就已經告訴我們 黃珊珊其實是知情 好心甘這件事情 到底他什麼時候跟好心甘聯絡 不管是透過BAN 或者是透過他哪一個 BEN也好 NEB也好的好朋友 來連線 來聯繫這一件事情 黃珊珊都不是不知道 那為什麼黃珊珊副市長 在調查好心甘這件事情 好像大家都是局外人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第二的 是上個禮拜 柯文哲告訴我們 這個好心甘的政風報告 公佈了之後 他把這個核心診所 是有一個中央民意代表 高嘉瑜把他揭露出來 他為什麼不敢說 好心甘這件事情 其實黃珊珊也知情 有什麼 這個其實是我覺得基層同仁 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到底黃珊珊有沒有下指示 可能在衛生局的這個網站裡面 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的就是第一個 黃珊珊明明知道好心甘的事情 而且是在6月9號之前 就已經知道衛生局配發給好心甘診所疫苗 不是6月9號當天 他有一個訊息 是許金川感謝黃珊珊副市長 那個時間點是在6月7號 6月7號是好心甘診所收到第一次的疫苗 許金川感謝她的時候是隔一天 也就是6月8號早上的時候 許金川傳的訊息感謝黃珊珊說 你幫我協助我拿到了疫苗 那當天晚上好心甘就拿到另外的100瓶 本來是15瓶150支 變成拿到100瓶1000支 你說這個事情跟黃珊珊沒關係 大家怎麼會這麼想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 黃珊珊你一直都是知道啊 在6月9號新聞爆出來之前 你都知道好心甘的事情啊 那你為什麼當下在處理的時候 好像你完全不知道 衛生局爆料的這一件事情 然後你在正風報告 做完出來之後 正風報告的調查最高層期 就到黃仕姐局長 就到衛生局局長而已 那衛生局局長在第一時間 其實他說他不知道好心甘的事情 那你黃珊珊知道啊 你為什麼沒有跟 跟這個正風柱講說 我有一點對話紀錄 我可以給你 來證明我的清白 沒有啊 你是不想要讓人家知道的 所以到底這個BAN 現在這個BAN 大家都想要幫你 要去吃東西 因為BAN合作好心甘拿到疫苗的時候 台北市很多基層診所的醫護人員 都還沒有打到疫苗 那台北市長柯文哲知道嗎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柯文哲柯市長 今天其實我的問題我是問他 我要問他 到底好心甘拿到疫苗之前 市府高層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市府高層 跳過黃士捷局長 要求 衛生局發疫苗給好心甘 然後我們市府高層 有沒有人有 有直接聯絡港道 跟許軍柱有聯絡港道 柯文哲今天 歸屎了沒了 都沒說 我要說的是說 黃珊珊這個副市長 是你柯文哲任命的 他現在被查出來 他涉入好心甘這件事情 誰應該要調查他 不是應該是柯文哲調查他嗎 他當然說他自己是冤枉的 他當然說他自己不知道 不過我要去 我要要柯文哲柯市長去調查清楚 到底黃珊珊是不是後面只是 給好心甘診所疫苗的人 是不是就是黃珊珊 不然怎麼可能 我們第一天拿了15瓶 打完之後 許金川謝謝黃珊珊 當天好心甘 就可以再拿到100瓶 這不是很荒謬嗎 OK 我們基層的診所 連一劑都沒有 一劑都沒有 你可以拿到100瓶 幫1000個人打 這不是太好笑 來我們看這個 今天立委臨場左宮 在他爭取之下 指揮中心已經同意 讓疫情熱區能夠更分配 更多的疫苗 不過他看資料才發現 萬華區分配的疫苗數量沒有更多 反而在全臺北市12個行政區垫底 他說萬華都分到幾劑呢 1270劑加274瓶 相較於拿到最多的大安區 得到的是9280劑加750瓶 顯得差距非常的龐大 因為為什麼這個值得討論 我覺得柯文哲是不是特別要有錢 要權貴 要有權勢者 他就會給很多 不要以為不可能 他有票的 年輕人就看得到有的 老回來不是他票 他就看不到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值得討論 萬華 你知道萬華多少 你是萬華嗎 我是那個大安文山 大安文山 萬華19萬多人 我今天去查了 大安30萬人 好 然後呢 這個 如果是1270劑加274瓶 因為274瓶把它乘以10 剛好就是劑嘛 對不對 所以加起來 加起來是4000劑 4000劑 萬華拿到4000劑 你知道大安拿到多少劑嗎 大安拿到16780劑 換句話說 萬華拿到的劑量 是大安的多少 四倍 四分之一嘛 萬華拿到四分之一嘛 可是他的人口數是多 他的多少 是他的百分之六十七 幾乎20比30 我的人口是百分之六十七 但是我拿到的只是百分之二十五 怎麼會這樣 而且萬華是熱區 如果這個人篩檢之後 他是陰性的 我們大安就要給他打疫苗 因為他可能會被旁邊的鄰居所感染 所以萬華應該是要吃打率要普遍才對 為什麼會是大安呢 大安也不是熱區 大安我們知道 有錢人還真不少 房子的價錢沒平就差很多 萬華什麼東西 萬華房價日子都很低 所以我就覺得他到底怎麼分配 所以我不曉得BAN還有沒有經手其他的診所 搞不好他是我們衛生局的一個大盤 對外聯繫的窗口 是一個白手套 所有的醫院都要透過他 哇那這人不得了耶 現在有疫苗 打一打一針疫苗 計一試的琴啊 這個這個對綁條花咖很有幫助啊 這個明年要選舉了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為什麼台北市這麼分配 我覺得黃世傑他這個時候躲起來了 因為大家說你分配要有邏輯啊 對 輕重緩急總是知道吧 萬華是重啊 重中之重啊 萬華的到今天萬華的火還在燒耶 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給萬華人更多的 更多 對 可是我覺得萬華人在台北 在柯市府裡面 他就是二等市民 他們在柯市民 尺寬 他們說 都不如正 關華人